Hello, 關於這個活動的第三個短片 這次不會太長 只是告訴大家如何買這些卡 講了一點點這個活動 因為很多都是轉五星腳 所以我會覺得這次很多 有很多五星技術或五星技術球員 入球、助攻、贏球 來取得這些球員 你說是否可以 我覺得是有機會 但一定不是ST 可能是LW 因為他很興奮 所以在投資方面 我建議大家買一些現役的 RG的Weedfoot五星球員 其實我之前也說過 我建議大家試試入孫興文 RG 因為我覺得他會在這次的活動 會出這張卡 而這張卡也會外出 十三萬下不是一個 大家會輸很多的價錢 但如果大家要用這張卡來解任的話 我覺得這張卡絕對有他的存在價值 讓大家再看兩張相片 這是一個預測 我之前也有提及過 基本上我對中間這張 HARVIST和孫興文 我都覺得挺肯定的 我不覺得這張會是RG 因為沒有理由94相片 一格變95 這張大家昨天也說過 我不多看了 會不會是C數高 或者是這張金尼奧 或者之前也有人說過 是這張巴塞的後衛 無論如何 這次的活動絕對不吸引 我不覺得這些卡 大家會很有衝動去買來試 除了孫興文 這張我不會覺得大家會很特別 所以我接下來會講一堆卡 讓大家試試去投資 看看會不會可以賺多少 其實我之前有預測了一張卡 就是市端零 因為我覺得這張相片 其實大家看到這張相片 92是最高的卡 基本上我不覺得 EA這次會出一些 可能現在已經90以上的卡 所以我昨天有些卡提過 例如基沙文 可能出的機會比較微 梳雅雷斯比較微 沙娜比較微 反而這張Stirring是有機會的 因為可能他把Headliner 所謂90 他可能也出一張91 或者92 也不奇怪 這張又可能轉為 5星Weakfoot 4星Skill Wolf 那就OK了 因為這張是符合今集 所有重點的element 速度快 高Agility 高Balance 這個只是我猜的 因為這個影片已經排除了 一些EA不會出的卡 就是可能90以上的卡 很多大家都不用怎麼想 其實我還有少少卡 建議大家做的 最簡單直接的方法 現在不要賣任何東西 如果想賺錢的話 其實我今天下集都說了少少 但有些人都說不知道是否看不看 不知道是否看不看 但無論如何 就是 有很多很多卡 可以投資 先說兩至三個比較簡單 Kingsley Coleman 基本上今晚Lighting Round 頭45至兩小時 這張卡 起碼會跌到 可能只剩下50k 絕對買得過 Lukas 今晚你會看到 可能只剩下140k 又是買得過 第二天馬上放得 那麗高高難 也是 又是這些 其實Kalvin De Bruyne 也是一張好的卡 去投資 本身價值太高 930k 我當你跌到800k 不會每個人都不會買 但這些卡是絕對會的 Kingsley Coleman 是一張 我覺得你一定不會輸的卡 今晚Lighting Round 所以它的價錢 是一分鐘會跌到 同一張 90k的肥料差不多的一價 那Lighting Round 絕對買得過 這兩張卡 那這些其他 不會想的了 不會想這些卡 因為 不想壓太多 大家帶太多位 那 還有一張卡 就是 這一張 第二次的Halfreys 因為這張卡 今晚會出現 應該會在今晚出現 這個Patch之後 很多人會狂丟這張卡 其實是同一個道理 和之前炒Perella的概念一樣 基本上 你拿出來 立刻放 有人會立刻 Panic Setup 基本上 你可以撿這些卡 然後第二天買 已經會重複 可能兩三天都會重複 這些卡 所以絕對不是問題 那 還有一些卡 其實之前有提過 這些不建議大家 炒炒賣賣 純粹是覺得 如果你是想 儲回這些卡 來打weekend lead 而我覺得 適合你的心水 可以嘗試它 其實就是 之前的 Shape Shifters的 Richard Leeson 和聶貝利 這些卡 應該都會下跌 我覺得 Richard Leeson 會下跌到一二幾 聶貝利 會下跌到一六幾 因為這些卡 很可能會跟 今次的2分 很多四星五星撞 其實 那些卡 一出 如果是一秒鬆一點 這些卡 絕對不值這個價 只會下跌 那 我之前還有說過 兩張卡 是有機會 反而會升 但我覺得大家自己看 想不想買 那就是這張 Shape Shifter 的 壓抄 那 這張卡 其實今天下午 是五百四十幾 現在升到五五幾 因為 我純粹覺得這張 86的卡 它的數值不高 但基本上 可以有你要打前鋒的 的 elements 4 star 5 star 那你說新的活動 會不會有一張卡 拍得住這張 而一出的時候 可以是五十幾 我覺得沒什麼可能 所以這張卡 理論上是會升的 還有我的預測上 是還沒有發甲的球員 假如出一張發甲的防中 我假設他出 李昂的文迪斯巴西防中 變成 5星 3星 其實都會令到這些卡 有一個影響 會令到星 而不是影響 可能會影響到這些卡 大家可以試一試 其實 還有 Fermino Scream的Fermino 其實都應該會升 因為它已經是一張 5星4星的卡 雖然它是沒有什麼供應 大家也可以試試 Snipe 永遠不建議 Buy it now 今天有人拍賣 Buy it now 還不建議 永遠是趁低才賣 你看到這些價格 640 基本上你見到 一幾六二幾 我都會迫 迫到就迫 迫不到就算 因為炒卡就是這樣 你不會說 這張卡會升 所以我盡640 Buy it now 永遠不會這樣做 這張卡 我覺得這張卡 也有機會會彈上去 700K 可能是690 我覺得可以賺到一點 今晚也是 老規矩 頭兩個Lighting Round 自己搜尋 59分鐘 Basic Camp Style 無論是Moment 或Prime 大家都可以試 到最後 講到肥料 因為 講多一點關於概念 這個活動 這個活動 自從有這個 CORONAVIRUS之後 兩三個星期 是沒有一個真正的活動 甚至上次COPPA LEAD 都沒有什麼人 其實有興趣抽 其實是全積了很多 很多個PAC 兩個星期的 Rewards 兩個星期的 Mark Queen Match Up 兩個星期 很多其他的 Division Rifle 很多Squad Battle 的Rewards 其實很多人都坐在 大家都在Telegram上 這裏都會見到 大群組也好 我的小群組也好 會有很多人都說 我存了五六十個PAC 我都存了一百個PAC 其實歐洲很多人都是這樣 所以今晚這個活動 是完全釋放了所有人去抽這些卡 雖然 這個封面的卡 不會令你很急 去抽 但是因為它是4 star 5 star 人總是忍不住的 所以基本上今晚的肥料 會跌得很厲害 我建議大家 Lighting Round 以前我會建議大家 第二水Lighting Round 才去買肥料 但今晚是完全不同 今晚第一輪的Lighting Round 才會買 因為第一輪的Lighting Round 除了有人貨金抽PAC 之外 很多人都會在2點 馬上開到手頭上有的PAC 其實它開PAC的時間 開PAC都可以幾兩顆 基本上那個Lighting Round 和第二輪的Lighting Round 尤其是第一個Lighting Round 就是一定要賣肥料 然後第二輪是一定賺的 加上 現在這個SBC MID ICON的SBC 是還存在的 其實現在還有21天 很多人手上可能做了一半未做 現在開了一堆PAC 然後就可以做了 然後會有一個很大的購買 我只剩下一袋 我就會補多100K 就可以做到一個MID ICON 那些人就會衝進去買這堆卡 或者可能未必 Lighting Round買 第二天買 其實 所以我在群組裡提及 今晚這個星期 是不應該打Weekend 應該用一些時間 去放在市場上投資 或者可能你投資完星期天才打 我相信你用兩天時間打 11 wins 或者14 wins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所以這些肥料 基本上88、89、87 我都建議大家去買 不建議做其他低一點的肥料 因為我覺得88、89 升得還會多 是因為有個MID ICON 升級 你說今晚會不會出一些很震撼的SBC 令到大家要求88、89 去做 有固然之下會有好事 但我不覺得會有 因為 因為 它出到的卡 多漂亮都好 很多人都還是 halfway of 這個MID ICON SBC 有卡 有卡都不會做 一定是先做一個MID ICON SBC 所以 所以 供應有這麼大 而供應同一時間 都這麼大 是一個千載難行的機會 所以大家 我建議今晚 真的想投資 也要試一試 試一下做這個 影片 不知道長不長 可能 十負兩分鐘 但 看完大家才去投資這些卡 去怎樣做 結論是 2點之前 買不到的卡 不用硬買 Lighting Rounds 儲了一塊錢 沒有方向的 肥料沒有問題 大概是這麼多 我不妨礙太多時間